大家好,各位Facebook的朋友,你們好 歡迎來到MOVE遊樂場 我們每一集都會有歌手朋友上來 分享他們的旅遊音樂手記 同時會在遊樂場這裡介紹他們的新歌 以及即場唱歌給你們聽 今天我們有陳卓妍,演演人和姜濤 歡迎兩位,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歡呼聲可以大一點,現場的朋友 是 兩位不如跟我們Facebook上的觀眾 都打個招呼,好嗎? 好,大家好,我是Ian,陳卓妍 大家好,我是姜濤 歡呼聲來到一次,麻煩你這麼多 現場的朋友當然可以歡呼 在Facebook上看到Live的你 當然可以在我們的直播放置留言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問兩位 今天一場來到MOVE遊樂場 會跟我們分享一些旅遊的經驗 不如姜濤先說吧 旅遊經驗? 其實我最深刻的旅遊經驗 是我入了這行業之後 我又拍了一個Milk Go的節目 然後我們去泰國旅行的時候 就很搞笑 我去餐廳吃飯 就無緣無緣無故被整鼓 即是你的… 視認就用了泰文來罵我 我又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旁邊的人全部都在配合他們的演戲 你肯定是整鼓來… 即是他們合作一個視認來整鼓來 對,合作一個視認來整鼓 我就說不可以拿手機來拍攝食物 我就害怕寫了護照片和錢給他 那你應該給他電話而已 為什麼要給他護照片 不是啊,越吵越吵越什麼 我不知道怎樣溝通 因為越吵就說手機又要交 護照片又要交,錢又要交 差點我都要交出去 你會不會生氣 還是他們經常都沒有什麼娛樂 就會找你來娛樂他們呢 我真的沒有… 那時候反應不起 我就是… 把所有想要懂的英文出來 那次是我人生時 我說英文最好的詞 真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不會說泰文 我想英文應該可以 然後我… 那集也英文不錯 好,很有看 Ian是共犯,對吧 我那次沒有去到 我沒有欠親身看這一幕 很可惜 但是平時你們MIRROR的成員相處的時候 是不是都喜歡整股一下姜濤 或者抓他一些特別的反應 表情包 互相整股 其實他私底下都經常整股我們 熟了之後 不會經常整股人 那你整股誰最開心呢 姜濤 整股誰 Anson Lo 為什麼 因為經常整股他 很喜歡聽他說韋亞 反應很大 很多人都會聽他說韋亞 很搞笑 那Ian呢 如果說一個旅遊經驗的話 有一個深刻的跟我們分享一下 很深刻的就是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 路程旅行 因為我覺得不會限死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行程 所以我覺得去美國 美國 路程旅行 然後看NBA是最開心的 就是可以去不同地方 玩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沒有開車了 你只是飛到一個地方 你玩那個地方 可能每個地方特色的東西都不同 那你只能體驗到某幾種東西 所以如果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交通 那就最適合了 沒錯 你有沒有試過去看籃球比賽呢? 有 也有看過的 是看Clippers的那時候 其實也是屬於路程旅行的 就是喜歡開車的 因為開車那時候聽歌很放鬆的 我覺得 雖然很多人不喜歡開長途車 但是我覺得可以的 我自己 那如果在MIRROR的成員中間 選擇一個跟你去一次路程旅行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個呢? 是否要看NBA的 還是純粹 你說完事 如果要看NBA就要帶Stanley去 因為為什麼呢? 我分析過 如果我帶Anson Kong去 其實我們只有有車牌的 不是很多人 就是我AK、Stanley 可能只有這幾個可以有國際牌 那如果我帶AK去 他是完全不懂籃球的 那如果他坐在旁邊看他 一定這個做什麼事 為什麼他會這樣 為什麼人們歡呼這樣 應該很困擾 那所以如果帶Stanley去 Stanley又懂得看籃球 那他又可以開車 又可以on shift 我就可以休息一下 最好 姜濤呢 如果有一個成員 可以有幸跟你一起去旅行 只可以選一個 那你會選擇跟誰去 以及去哪裡呢? 我會比較喜歡去一些 靜點的地方 真的好像去旅行 生活節奏慢 對,生活節奏慢 我真的可能會帶一些人去 因為他很安靜 因為我夠安靜 如果你帶一些很吵的人去 是的 因為平時玩沒什麼所謂 我跟Anson Lo 沒有什麼事 但如果真的有一個假期 難得地放鬆 是很想去靜點的地方 帶一個最安靜的人去 如果他有車牌 我也會帶他去 所以我叫他考 我正在學 因為姜濤也會看籃球 對,他也喜歡籃球 但他沒有車牌 所以還沒合格 所以還沒符合 一個人會考慮 或者是有沒有試過一個人去一次旅行 我想的 我想 我一直都想一個人去旅行 因為我覺得 好像這個是人生 你自己是一定要做一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名單裡面的一件事 我只覺得 因為你一個人去旅行 你不用再在乎別人 你想去哪裡 你可能真的 自己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不用理會別人 Ian呢? 我也喜歡一個人去的 就是跟他那個點一樣 還有有時候 其實我覺得去旅行 是因為可能 香港的生活太急促了 你去到 都是想自己放慢一點 那如果你有一個女伴去的 但是 旅遊的女 不是女生的女 有個女 有個女伴 其實我們沒有想多的 不是,我解釋一下 如果帶個女伴去 但她是那些很喜歡 我們一點要去哪裡 兩點要去哪裡 可能就會 跟你原本想的東西不同 所以自己去就比較隨心 我也挺喜歡 希望可以整個 就是放鬆 對 我想主要都是放鬆為主 旅行 要選擇一些 跟香港的生活節奏很不同 那兩位如果將來有機會 一個人去完旅行之後 記得跟我們一起說一下 再分享一下你的旅遊心得 好,接下來我們會有 下一個環節的 馬上去看公司 有沒有加的 來到了第二個環節 就是Move遊樂場 新歌底講 兩位之前都會有自己的獨舞作品 不如先介紹一下 Ian介紹一下你的獨舞作品 意其大流 你想不想介紹 因為他很熟悉我的歌詞 我來介紹 是 我給你發揮一下 你幫他介紹 因為今天我要唱這首歌 然後 因為我的記性真的很差 我就唯有研究一些歌詞 怎樣有關聯跟他 然後我研究了很多次 歌星 這裡呢 裡面有很多東西 就是說他是一個 可能被所有外界 但是看上去是一個 心裡面好像沒什麼想 但是其實是一個 很多東西想的人 就是 他會帶領著一些東西去前進 他今早不停分析給我聽 那時候說得很好 現在他可能緊張 你緊張 我要邊唱邊解釋 我自己補充一點 其實意其大流這首歌就是 很多人都會問為什麼會是意其 其實我就是那一旗大流 我最初看那份歌詞 我自己理解 其實歌詞裡面有很多理智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都是情歌 那個理智 就是那些女伴 今次是女生的女 但是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可以投射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 我很珍惜的人同事 又或者我的音樂生涯 這條路 所以其實意其大流 就是代表著一些 我很重視的東西 或者我很想得到的目標 是 謝謝Ian的補充 其實他今天還很心機幫我們 預備了一個道具出來 沒錯 就是兩位 單曲的一個封面 很漂亮 到了一號種子 姜濤你想給Ian介紹 還是你自己介紹 我可以介紹 我可以補充一下你的新歌 一號種子 不不不不 《甘女的情歌》 如果大家只看表面的歌詞 應該都會覺得很單純地 感情的一個歌 但其實裡面有透露到很多 我一直以來經歷的事情 裡面的講述是一個男生 為了一個女生 而放棄了 不是 為了籃球 放棄了一個女生 其實我也因為這一行 或者因為這個比賽 《全民造星》 我也放棄了某些事情 能不能說放棄了什麼 很簡單 可能真的跟家人相處 以前你不發覺 你跟家人相處 其實是很珍貴的一件事 你現在覺得 少了你會反而更加珍惜 每一分 怎麼讓家人知道 那份現在很珍惜 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哪怕只是吃一頓飯 我們家人不會說 太浴霾的事情 即是 媽媽我很想念你 你又害羞 對 怎麼表達呢 然後 我進了這行 我媽媽就浴霾了很多 她每次都會在一些 有些聲音給我 媽媽很想念你 以前從來都不會說這些 真的有時間 會帶他們吃飯 因為以前自己 還沒賺錢 就一直覺得 很想帶他們吃很多東西 入行之後 會有很多第一次 或者是寶貴的經驗 之前Ian就開了你的音樂會 開完之後 那個心情是怎樣的 開完 當然馬上放鬆了很多 因為其實 他們也知道我 音樂會之前也有 不停做運動 又節食 控制飲食 然後 完了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控制過 現在到我了 現在到他了 那陣子他在我前面 不停在那裡吃東西 現在到我 反過來 這樣 唱到 即是在現場 接觸到這麼多你的歌迷 心情是否一直都興奮了很久呢 其實從開場之前 導演和監製都說 看起來好像不是很緊張 其實都好像不是很緊張 是開始踏上台 樓梯的時候 就開始爆爆爆爆的跳 但是唱了頭一首歌 又開始定下來 其實印象最深刻 就是因為那晚的音樂會 之前的大概 可能真的十小時左右 才推出了我的新歌 公開給大家聽 但是那晚到場的朋友 都已經全部會唱 那一刻是很難忘 我很開心的 如果要給一個提示 即將開場的姜濤 你會給他什麼心得 都是不要緊張 但是這句 因為他會比較容易緊張 因為其實我不知為何他都 我當時在後台準備 他都進來預備房 他比我更緊張 他比我更緊張 他是在這裡吃東西的 但是他同時都好像很緊張 他不知為何不斷跟我說 為何你開Jody 我還很緊張 我比你更緊張 他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就是放鬆心情 就是享受表現 但他上到台就是另一個人 他在台後面會很緊張 但其實大家一定在舞台上 還沒看過他這一面 因為他一上到台 就… 是另一個人來的 所以你還是沒問題的 好啊 好 姜濤也分享一下 接下來的音樂會 有什麼安排 或者在表演上 有什麼大家去的時候 應該期待的呢 我很希望我的演唱會 會令大家 會真的跳起來 因為我會希望 因為我一直夢想是想做唱跳歌手 是 我會在這個演唱會 安排很多跳舞的部分 雖然比較難對於歌手來說 但我自己覺得 我一定要挑戰 因為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希望大家 從開始到最後 都會以一個很興奮的情緒 開始和結束 好 這個時候我們交給Ian 先唱姜濤的新歌 1號總之下 好啊 交給你了 好 未到 我不拍了 你拍了 我不動好一點 好緊張 好緊張 過你喔 你讓我帶你醒 我要拼了 每一刻 才清醒 練習三分 全球想把 沉迷於真正 腳叫你 你狂大心理陰影 一邊好想想上菜場 形式下個對手 一邊好想親一親 你愛情願滿場狗 想想贏多荒謬 現在我心自由 和倫下那真死鬥 等你口信把你叫來 而了為我拍手 可想一早帶到你在最後 你心中有沒有想過走 太孤單當我的女朋友 你方法開了口 難道我不內疚 換手 謝謝 剩下的時間留給姜濤再唱 各位現場的朋友 當然 看直播也可以繼續問問題 但我們請姜濤也唱這首歌 然後我們一次過把 Facebook上的問題問問你們 好嗎 好 交給你 天啊 10 多首歌 1 多首歌 3 多首歌 5 支啟 3 多首歌 3 4 歌曲 1 多首歌 1 多首歌 5 歌聲 1唱了 1 多首歌 1 多首歌 2 都首歌 1唱完 2 1 歌聲 3 語音 2 可緩 所有硬仪都可适应 想把我定认 有肯心省得你胆平 顾披或许不优雅 却受你邀请 相戀下多么敬颜 发现我心灭 就算睡觉冷清 千种反应 想把我定认 有肯心省得你和应 抱着你 连从没抱怨 会为你 为明日打算 人潮轮流转 即使困倦 要当日为静说 爱着你任时代再转 能待你好多没提算 但起这种任谁泄气 从来无命分也望得永远 对不起 我给姜濤先掌声 是有点难记的 我也会混淆的 所以没问题 不用担心 Facebook上有问题 首先问姜濤 第一次听Ian的这首《二期大流》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感觉是真的很想去旅行 因为他这首歌是跟我的风格差很远 它是一个比较 你不是第一次听你会感觉到里面说什么 你要不停听 所以你需要很多时间去消化这首歌 而我真的很想去旅行 尤其是去一些比较节奏慢的地方 你会很想去听歌 会有时间去消化里面的歌词 未来你自己的节奏会不会选择唱Ian这首歌 对啊 好 考虑一下 应该 他应该唱跳为主的 这首歌也应该有点难跳 这首歌也能跳到 但这首歌也能跳到 这首歌也能跳到你就聰明了 那你回去想想 我想要玩Frankie了 这首歌也能跳到就聰明了 好 Ian呢 之前是Better Me 就是你的音乐会 会不会有Facebook上的朋友 很想知道 第二首歌也能够成为自己的心目中 已经是Better Me 才准备筹办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这个Better Me 是一个开端 就是刚刚开始这条路 我觉得可能再成熟一点 看看会不会我尽快 我迫自己再努力进步多一点 尽快和大家见面 当初你们知道自己会有单曲的时候 有没有说整个过程的参与是选择歌 一起去看看那份词 有没有这些部分在里面 其实当初 譬如可能姜濤 他一开始已经想定 我想第一首歌是什么音乐类型 因为我很喜欢R&B 他很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我开始的时候 我一知道有单曲 我就说可以找Edward做监制 因为我很喜欢一个歌手 方大和他很早期的很多作品 都是由Edward所监制 所以我第一刻的想法就是这样 至于曲词方面 第一首歌我没有参与得太多 词方面是有跟田池人林宝前辈 沟通过几次 就是写他对我一些印象 但是曲方面也没有参与得太多 但是第二首歌将会是自己创作的作品 即是未来第二首歌 未来第二首歌 是的 是你自己作曲的 是的 自己作曲 是一个我之前完成的一个展示 有一天就跟Cutzen峰聊天 就说不如一起听一下这首歌 我们会否一起合作 合作和作为更好的作品 于是就有第二首歌出来了 我想可能九月就面世了 和大家见面 现在都准备录音 大家一定要密切期待 Ian作曲的新歌 希望多多支持 姜濤一号总指 在录音室里面用了多少时间 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你说总共算 其实这首歌很有趣 真的 我有试过很精神去录制这首歌 但是我发觉是录不上这首歌 所以我出这首歌之前 我常常提出故事说 即将要出一首 是要你们深夜才可以听的歌 因为是真的 我本身唱的时候 是要很睏的状态 才能唱到那个感觉 因为这首歌是很令人放松 所以我想自己也会很放松 但很矛盾 我一想 那我以后出生了 是不是要很睏的唱这首歌 所以这首歌 是一个很有趣的歌 我自己觉得 不要紧 你趁着现在 弄到自己的眼睏 先让Ian唱他自己的新歌 你可以合一合一合 好 你可以合一合 你准备一下 好 我们将时间交给Ian 好 谢谢 真的很棒 是一个联系的歌 录像是一个歌 正在录像是一个歌 是一个歌 在录像是一个歌 美歌的歌 唯独不懂怎去暂停 孤闭或许不优雅 却受你邀请 相恋下多么敬衙 发现我生命 就算比较冷静 千重反应 想把我定认 有限心性 得你和应 套将你 便从没抱怨 会为你 为明日打算 人潮轮流转 即使冠决 要当日为正算 爱将你 任时代再传 能待你好到没提算 担起这种 饮水 涉气 从来无命分 也望得永远 你唱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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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一下吧 你唱一下吧 你唱一下吧 我唱一下 便从没抱怨 会为你 为明日打算 人潮轮流转 即使冠决 要当日为正算 爱将你 任时代再传 能待你好到没提算 你唱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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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一下吧 你唱一下吧 人潮和隆怨 托卷不下 繁榮盛下 两栋对戀 暂时未计算 能供你意外 再发展机传 但求你我能 何时何地 也并未太远 谢谢 给你的掌声Ian 网上也有很多问题 但我们还是让姜濤再唱你的新歌 一次再问你们好吗 将时间交给姜濤 我自己唱错了很尷尬 谢谢你拍 你当我太好声 我会拼了每一刻才清醒 联集三分全球唱版 沉迷于增逝 却叫你扩大心理阴影 一边好想冲上菜场 迎战下个对手 一边好想陈日陈你 爱情愿满唱歌 想想人多荒谬 现在我心只有 和轮效那生死到 很长话你叫 毫人要为我拍手 可惜一早拜到你在最后 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 太孤单当我的女朋友 你方法开疗口 难道我不内疚 你也试过思细 地上了困境那样 多得你 我等应会约你 他不好像哪科生 潮不起 烈日当空 群情洶涌 肩成的大气 他见你懒好放弛心 一边好想冲上菜场 迎战下个对手 一边好想陈日陈你 爱情愿满唱歌 想想人多荒谬 现在我心只有 和轮效那生死到 很长话你叫 毫人要为我拍手 可惜一早拜到你在最后 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 其实我很内疚 我专注放手 爱恋强难够 时间中歌不应求 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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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孤单多我的女朋友 太孤单多我的女朋友 你仿佛害了後 連後悔都沒有 不會的… 因為錄這首歌的時候 也有試過坐在這裡錄的 會找回那個感覺 雖然這首歌是很想讓我動 但是我會自己心裡有一個節奏 所以坐在這裡也不要緊 大家如果想看姜濤跳著槍 就要留意你的音樂會 另外還有你接下來會有新歌 就是跟Anson Lo一起的 Be My Girl 下星期五在Move也可以聽這首歌 不如先跟我們預告一下這首歌的內容 好,這首歌的名字叫BMG 為什麼叫BMG? 其實因為是Be My Girl的意思 我跟Anson Lo在裡面 其實也算是一個亦敵亦有的關係 我們倆會為一份愛情爭斗 有各種… 是兩個男生去不同表達愛情的方法 下星期五在Move就可以聽這首歌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回到Ian那裡吧 有網友問你什麼時候結帳 他說你要唱歌跳舞 沒有少林功夫的 唱歌跳舞 我有答應過這種事嗎 問你什麼時候結帳 唱Solo的時候要跳舞 出二旗大樓跳舞嗎 對,你剛才才說難 對,我的醋藝應該還未跳到二旗大樓 我回去再練習一下 我要找Frankie教了 二旗大樓 他比較擅長跳這些輕快的東西 今天除了你們自己的歌之外 你們都預備了一首cover的歌 Ian 你就選了Ronald 選了鄭忠基的《閉目入神》 有沒有說為什麼 因為一直以來都覺得Ronald前輩的聲線很好聽 他不是那種爆發力叫高音 但是他一開口就會攝住你 可能現在很多人都覺得唱歌怎麼顯示你厲害 就是你叫高音夠不夠力量 夠不夠高 但是我覺得他就可以完全表現到 我不用高音的 但是我一樣可以留著你慢慢聽我唱歌 這個會不會是你自己都很想走的方向呢 我也很想的 還有其實六二旗大樓那時候 也有在工作室聽過Ronald前輩的 之前的人 但那時候還記得 印象深刻是聽《星光伴我心》 因為其實唱出來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平 但是當中有很多 情緒是唱得很好 很有感情 所以這方面也是想多多學習 當然希望可以達到一個這樣的目標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你了 好嗎? 唱鄭忠基的《閉目入神》 我們交給Ian 唱鄭忠基的《閉目入神》 Nicolas也想轉成一個更福 我走過去的頭尖 我便可找尋 Schon在 sotto 我icial漫我不會對我 小的تهinnen あなた可想看你 遍佈了发愿 照耀天上混乱 在未 最后也终极好选 预定了鬼节 还变早有名书 无论继续 奔着记录 沉着痛与你再度接触 Your love forever 闭上眼 看过天空 闭上眼 再次追踪 追逐着身距 失掉组 怕过去痛快消失 描规当天气沉 沉着记忆消失也值得 这一场音乐会有什么好处 这一场音乐会有什么好处 Your love forever 闭上眼看你消失 背向你有我哭音 以往常唱脸的瞬间 擦看世界已消失 描归不出过山 行着记忆消失也值得 闭上眼看你消失 背向你有我哭音 以往常唱脸的瞬间 擦看世界已消失 从描绘当天气震 行着记忆消失也值得 行着记忆跟你燃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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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否音乐会有点长 令到你 音乐会有点长 然后有点尴尬 所以你自己作曲那首新歌 音乐会不会那么长 那首音乐会不会那么长 那首歌是比较紧密的 是的 就是因为如果有音乐会 如果懂得跳舞就好很多 立即化解了这个尴尬 所以懂得跳舞多好 你说我会稍后去学 不要紧 不要紧 到九月之前也还有很长时间 姜濤今天也会带了一首 cover作品 就是东西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比较喜欢一些很轻松的歌 那么我自己听下去也会很轻松 那么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也是会想到一些很轻松的画面 就是中快版的 是的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中快版的歌 所以我自己觉得听到这首歌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第一次就跟着唱 所以听完那一晚 我就立即录了 然后就上网给大家听了一点 那把时间交给你了 姜濤为我们演绎东西 好 然后反叉打 然后几乎我们都会被两秒 没得跳 没得跳 受到需要干顾恢复的信心 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 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 那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 在无人的海报上有美丽风景 想有梦里的初心你带我去远行 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 再想和你伸一群 baby 我开始为你的奇遇 你来自动火系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都听你 因为始终和你前进 回忆并肩旅行 我愿意陪着你去动火系 我愿意陪着你去动火系 过了两秒 你来自动火系 这时候展示一下你会跳舞 都挺长的 你这个都挺短的 原来 真的这么多长 你这时候展示一下你会跳舞 就讲话 是怎么时候展示一下你会跳舞 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 想要梦里的住行品带我去远行 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生命的巴黎 才想和你伸一群baby 我开始为你的记忆 你来自动科兴 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都听你 因为始终和你前进 回忆并肩旅行 我愿意陪着你去动科兴 我愿意陪着你去动科兴 去哪儿啊去哪儿啊忘了个字呀 我一直陪你去动科兴 回忆并肩旅行 我愿意陪着你去动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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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9月也会有Ian的 没有音乐破坏的 自己作曲的新歌 再一次多谢两位 Thank you 期待在Move那儿再一次 快点见到你们 多谢两位 Bye Bye 谢谢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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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